這是一台正妹用的筆記型電腦變壓器 他說用一用竟然會冒出火花耶 超可怕的 從這副戰損的模樣來看 一眼就知道以前修過 而且膠帶的縫隙裡還能看到裸露的銅絲 看起來應該是當初臨時處理過 但久了之後膠帶未宜 失去原本的保護了 一般來說遇到這種情況 直接買新的最省事 但是我能幫他省下一千多塊不用換變壓器 那說不定可以換來正妹的一個崇拜眼神呢 嘿嘿 那我們就一起跟著刺微幫的魔力 來試試看能不能修好這台變壓器 首先觀察一下狀況 問題出在輸出端 所以我們先把輸入的交流電線拔掉 這樣比較安全 也方便動手處理 接著拆開膠帶 哎呦這個殘膠真的是好多啊 我這個有強迫症的人 只要沒清乾淨就會渾身不對勁 所以呢就一邊用膠帶黏一邊慢慢清 下次要選一種不會留下殘膠的膠帶才行 現在連手指都變得黏黏的超不舒服的 但我還是堅持把外殼清乾淨才行 好現在來到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會冒火花的斷線處 這大力膠帶雖然黏性強啊 但是還是扛不住時間的侵蝕 那乾脆直接用拔的處理啊 雖然搞的手更黏但至少快一點了 終於看到接線的樣子了 電線交纏在一起 只剩白色的正極線有黏接 負極的銅絲早就整個斷開了 難怪之前會冒火花 聽起來就很驚悚 近距離再看清楚一點 雖然正極白線還黏在一起 但負極的銅絲已經完全斷掉了 沒有黏到變壓器上面 原本應該是連接在一起的 可能是電線經常拉扯 時間久了才會讓銅絲折斷 你看只要稍微一拉就整個脫落了 所以這次我們要用更穩固的方式來修 現在來處理變壓器這邊的負極銅絲 因為只剩下一小段 所以得用刀片把絕圓皮小心的削掉 這裡要特別注意力道哦 不要一不小心連銅絲都割斷了 剝完之後把銅絲整理一下 捲成一股 再把多出來的部分剪掉 接著是正極的部分也要剝線 咦?為什麼裡面竟然什麼都沒有? 原來銅絲在裡面也斷掉了啦 沒關係繼續往下剝 一直找到沒有斷線的銅絲為止 終於找到了太好了 這是銅軸電源線 白色線是正極 外面一圈銅絲是負極 這種線要特別注意哦 外圍的銅絲也是有用的 變壓器部分處理好了 現在換處理電線這邊 第一步先用酒精 把絕圓皮上的殘膠清理乾淨 黏黏的真是讓人無法接受啊 電線是清乾淨的沒錯 但是我的手指還是好黏 把前端破損的部分整段剪掉 避免像剛剛變壓器那樣 電線內部也有可能已經折斷了 再來用刀片沿電線畫一圈 接著用手輕輕的把絕圓皮拔掉 拔掉之後呢 先把外層的負極銅絲整理好 捲成一股 再來就是白色的正極線也要一樣剝線露出銅絲 剝線的長度呢 控制在2-3mm之間最剛好 太短呢會和不穩 太長呢又不好絕圓 接下來跟變壓器的線對一下長度 感覺正極的白線還是略長一點 那我們再修剪一下會比較搭 經過修剪之後 我們再來比對一下 嗯 這樣的長度剛剛好 重疊的部分呢 也就是等等要焊接的位置 我們把工具拿出來 焊錫絲、鑄劑、清潔海綿 以及數位橫溫烙鐵 我們把溫度設定在300度 先在銅絲上塗一點鑄劑 這可以幫忙清除金屬表面的氧化物 還能降低焊錫的溶點 讓焊錫更容易黏上去哦 焊接的時候記得先用烙鐵加熱銅絲 然後再慢慢的味入焊錫絲 這樣才能讓焊錫確實吃進去 形成穩定的焊點 焊接的時候會看到白煙冒出來 雖然這個煙對人體沒有太大的影響 我有確認過 這白煙裡面不會有鉗、錫、金屬的蒸氣 但是還是建議在通風的地方操作 避免吸入太多哦 接下來相同的方式 把電線的銅絲上錫 一樣先沾上注焊劑 先把兩邊的電線上錫的原因是 讓等一下焊接時加熱傳遞更快 焊接也就更容易了 焊接的時間不要太長哦 焊點就會很飽滿的附著在銅絲上 這樣電線也上錫好了 焊接完成之後來思考一下 裸露的銅絲 該怎麼絕緣處理比較安全呢 這時候就是熱縮套管登場的時候啦 它有不同的直徑尺寸跟顏色 選擇合適的熱縮套管 需要一大一小兩種尺寸 取決於你電線的粗細來判斷 測量負極同時缺少的絕緣皮長度 來減下合適的尺寸 在套上確認長度合適 用打火機烘烤熱縮套管 就能取代原本的絕緣皮 非常方便又安全哦 再次確認焊接位置都沒問題之後 把大熱縮套管先套入電線備用 這是最後取代整個電線外皮的絕緣用途 至於正負極獨立的絕緣 採用小的熱縮套管 減下合適尺寸之後 也套在電線後端備用 這是焊接後用來獨立絕緣用的 所以最好的話正負極都要套一個哦 好,現在先把變壓器跟電線焊接起來 這時候動作要快一點 避免旁邊還沒加熱的熱縮套管 因為高溫提前收縮變形 焊接完成之後 把小熱縮套管移到焊接處 正負極都要包到 再用打火機加熱收縮 這樣焊點絕緣就完成啦 之後就不會再冒火花了 變壓器的負極同時 我會再補上一點焊息加固 減少未來再次拉斷的風險 現在可以把剛剛大熱縮套管移過來了 這樣就能美觀且加強保護電線 但想想還有什麼辦法可以讓電線更穩固呢 畢竟電線一直拉來拉去還是可能會斷 但我們不只要完成修縫 還要強化整體的耐用性 所以我們拿出UV膠水跟紫外線燈 把接點周圍用UV膠填補 加強整體的硬度 這就像水電師傅常用的電纜或白扁線 裡面也有厚厚的填充層 來保護電線不會受外力的破壞 UV膠水也有不同硬度的類型 也可以依照需求來選喔 等膠水固化之後 再把大熱縮套管拉來收縮 一樣用打火機快速移動火焰讓它收縮 這裡要注意 火焰不要停留同一個地方太久 不然會容易溫度過高 燒熔熱縮套管喔 快速移動火焰的位置 跟觀察套管收縮的狀態 是這裡使用熱縮套管的訣竅喔 最後我想還有沒有更多加固的方式呢 把電線往旁邊轉個90度 固定在變壓器的外殼上 利用膠帶纏繞好電線 這樣就可以避免焊點受到拉扯 這次用的是汽車限速專用的絨布膠帶 質感很好 而且不會留下黏黏的殘膠 我再也不想搞到手黏黏的啦 而且殘起來意外的好看 有種專業感 固定完成之後準備測試啦 交流電源插上變壓器之後 定插上AC插座供電 拿出連接筆電插頭的直流輸出端 利用電錶或測量工具 這裡用的是LCR鑷子 切換到電壓檔位之後進行測量 有20伏電壓輸出 一切正常 這次不只成功修好了正妹的變壓器 還讓它的耐用度提升了好幾個等級 以上就是今天的維修漢節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種實用 而且可以自己動手修復的內容 請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們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啦 Keyle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